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再聊聊这个彩礼的问题 因为某地对彩礼做出规定了,现价了 因为你要知道彩礼一直对于中国的婚姻的问题 一直是个很尖锐的矛盾 彩礼怎么着 彩礼的这个事儿已经成为了社会 很多地方的疼痛了 所以对于彩礼该怎么去算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某地就已经先做出规定了 我们看某地的规定和报道是什么样子的 据南洋晚报的报道,彩礼显高了 它的方案规定就改大饕大饭的观念 遏制高价彩礼的陋席 提倡少要不要彩礼 就是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 婚嫁彩礼不得高于五万元 城市社区群众婚嫁彩礼不得高于六万元 农村地区彩礼不得高于八万元 降低婚院花费婚宴不得超过十桌 农村每桌不超过五百元 市区不超过七百元 婚宴用酒 农村不超过六十元每瓶 城市社区不超过八十元每瓶香烟 农村不超过十二元每盒 省市社区不超过二十元每盒 婚车不超过四辆 人情水里农村社区不超过一百元 城市社区不超过两百元 坚决恶制婚纳恶俗行为 还婚礼喜庆的本真 营造健康文明的婚礼婚伤 而且方案明确要通过三年左右的努力 有效遏制婚事办理中的高额彩礼大曹大办 人情水里偏重盲目攀谱心理等 城归陋席等等等等 看了这个方案以后啊 这么讲 觉得这个方案呢挺硬景的 很容易呢抓眼球 很容易呢就是说给当地呢引起关注 对吧 你们现在毕竟是个眼球经济嘛 但是呢抓眼球啊干什么呢 这个方案是否适合中国国情 你是否啊 因为这个婚礼这件事呢 很多时候是道德的东西 不完全是个法律的问题 因为这个结婚的话呢 你包括这些彩礼 千差万别啊 你呢要求这党员干部 是一种 但是呢你社会上呢 你其实每个人呢 那个贫富也不一样 你就算说婚车不超过四辆吧 你婚车 亲戚朋友的车一块跟着算什么呢 你亲戚朋友车不能跟着吗 亲戚朋友的车有时候也很好啊 都是好车 比你去婚车去租的可能还要好呢 然后去吃饭的话呢 你看有的人的话 他平时的话他一桌 他也不是说五百七百啊 对吧 他平时的消费水平就比这高得多 对吧 结婚你这个不能高于 比他平时吃的还差 好像也有点问题啊 你这个事啊是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婚礼 你啊是一刀切 大家是希望的什么 是量力而行 但是不同的人呢 利益不一样 而且你的彩礼你看嘛 他的公开规定啊也是什么 农村高 城市低 农村其实收入还低呢 对吧 城市呢 还收入高呢 而且他规定了彩礼的后啊 其实还有各地的风俗不一样 是不是外价 你不是说你这个婚姻就是跟你本地区的人结婚 对吧 你只能限本地区的人结婚 你那外家的时候 不同的地区还有不同地区的习俗啊 你这是做了规定了 人家那个地区不干 你怎么办呢 你那个婚不结了 不许家了 不好办呢 而且呢 这个习俗是什么 有的地方你还不是说给彩礼多少 你彩礼给完了 人家还要还多少呢 对吧 而且这个事的话呢 你规定他不是彩礼 下本学上是什么呢 人家不是彩礼啊 再还有故事呢 就是说 你恶意的去索取了财物 离婚的时候还多少 你要如果是作为彩礼的话 好多时候啊 离婚的时候 有些问题你可以说骗婚啊 有时候好还 你不作为彩礼的 你说彩礼最高五万 人家写的彩礼五万 索取了财物五十万 怎么办啊 所以这样的一个事啊 而且真正的话呢 那彩礼的话 人家可能也不照这个执行啊 所以你就知道 这种样的那个法律规定出来 如果规定出来以后变成一个 大家普遍违法的一件事情 你做这样的规定 实际上是什么概念 第一呢 我们说你做秀 第二呢 实际上是对于你这个法律的公信力 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就是说你这法律啊 你规定出来了以后 基本上呢 好些时候人家执行不了 在这样上普遍违法 那你这法律定出来就跟儿戏一样 那不叫法律 那叫宣传提纲 可以这么说 对吧 所以为什么讲 这个法律和道德 你是什么呀 和你的社会的规则 很多时候法律 它是不能很严重的 偏离社会普遍规则的 你要严重的偏离 社会普遍规则的时候 它会引起激烈的矛盾冲突 它就是说你可以用你提倡的道德来约束 但是你不能靠法律来约束 因为你考虑法律来约束的时候 它违反的太多 就这么一句话 而且呢 你靠法律的因素的时候 你可能呢 你的执法成本太高 为什么要道德约束 道德约束里头它没有执法成本的 它是舆论的 监督的 你在社会中间的人的生存状态监督的 你要是法律的话 你要是变成有法比一的时候 你会发现执法成本非常高 有人会借着这个事呢 在执法成本上做文章 对吧 它会有一些其他的故事 有一些呢 余力各种事都来了 你包括定了一些法的话呢 你比方说 农民卖两根芹菜 罚人几万块的事也出了 你这事的话 对社会公信力影响很大的 你怎么办 所以这个事啊 就是说它对于彩礼呢 我们是啊 听反对这个彩礼的 但是你这个事呢 它变成了一个民间的 那个普遍行为的时候 你想做一个一刀切的改变 其实你这个法律呢 定出来以后啊 执行不了的时候 你就变成了一个公信力的玩笑 以后的话呢 你再定什么法律 有啥公信力啊 实际上是这么个情况啊 你定了这法律以后 你实际上执行不了 执行成本非常高 你说人家随份子就随两百块 真随去 真随两百块 有些人的级别品高 他的亲戚的话 干什么的都很有钱 都是要随的比这多的 随随的扫被看不起的 随两百块呢 也是一直空闻 对吧 你那个吃的饭呢 你说多少桌 人家来的精气多了 你还不让人吃了 不是说你能左右的 不许那么多桌 你没摆那么多桌 我人来多了 你让不让人吃吧 所以这些规定啊 你看起来都是拍脑袋 实际执行起来很苍白 像这样的话呢 政府做这样的规定 其实对政府的公信力 破坏的实际上是非常的厉害 好的些事啊 你不要因为这个疼了 社会有呼声了 你就觉得呢 可以简单的 行政命令来做的 做不好的时候啊 是你的公信力的丧失 而不是解决了相关的问题 谢谢观看 本期话题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再见